疫情肆虐加重家庭经济负担 尤其是依靠单一收入的家庭 如果负责赚钱养家的丈夫 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工作 那么家庭主妇该如何扛起经济重担 人力资源部和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将会向内阁提成 透过社会保险机构 为全国约200万B40低收入群家庭主妇 提供免费涉险 让家庭主妇也受到社会安全网的照顾 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表示 作为一个关心及重视人民的政府 当局建议为200万家庭主妇提供安全网 不过这项决定取决于政府的财务状况 沙拉瓦南今天移交涉险赔偿金给涉险会员 违在野古马兰的遗孀之后强调社会保险的重要性 违在野古马兰去年4月12号交通意外中脑部病发症 并在5月21号逝世 他生前的医疗费用全部由社会保险机构支付 沙拉瓦南表示 民众似乎不了解涉险保障的好处 也不知道他们的伴侣和家人 可在意外后得到抚恤金 谈到重职业的劳动力 短缺问题时 沙拉瓦南表示 目前国内种植业需要十万名工人 人力部将继续优先考虑 让本地人来填补空缺